陈香如蟹电视剧过审,两部备案80集,优酷暑假档播出。 颜值高演技好的仙侠剧,一直是大家比较喜欢的类型。 今年各大平台的暑假档,估计也是几部大的仙侠剧打擂台。 优酷这边,肯定就是杨子和诚意的陈香如蟹了吧。 今天陈香如蟹正式过审,现在就坐等定档播出啦。 陈香如蟹已经取得了过审发行证,不过这部剧也是分为了上下两部。 上部陈香如蟹,下部陈香仲华,加起来一共80集。 陈香如蟹是杨子在欢瑞拍的的最后一部剧,虽然风格和香蜜有点像, 但只要是他拍的剧,还是会吸引很多剧粉来看的。 这次合作的男主是诚意,他也有了琉璃这样好看的仙侠剧,颜值演技都在线。 造型场景都没啥问题,剧情应该会比较虐心。 剧版相对于原著而言,有比较大的改动。 因为小说的男主,貌似是张瑞饰演的余默。 是一个默默守护的人设,剧版或许是为了加大冲突看点,这个有点可惜了。 成义饰演了应渊和唐舟两个角色,性格反差比较大,造型也各有特点。 高冷禁欲的帝君,和撩人活泼的少侠。造型都很好看,还有破碎感十足的战笋和白发。 杨子饰演的是四叶汉淡颜淡,性格和紧密还是有点区别的。 看似活泼的性格背后,也有敏感多愁善感的一面。 颜淡还有一个双生姊妹芷希,剧版由孟子义饰演。 这部剧是欢瑞的,又是孟子义,看来芷希的戏份肯定要加不少。 原助理这个角色比较淡漠戏份也少,但按照欢瑞的套路,很有可能安排两姐妹为了应渊反目成仇,希望被打脸。 当初官宣主角的时候,应该很多人都比较开心吧? 因为成义和杨子曾经合作过,两位的颜值演技也都在线。 可是最近两方粉丝发生了不愉快,一定程度影响了追剧体验。 两边也是各玩各的,希望官方尊重两位演员,给他们应有的待遇,播出的时候和谐共处吧。 陈香如谢成义衣柜大赏,白发造型风华绝代,帝君装扮俊美霸气。 陈香如谢超甜的婚服花絮,杨子的眼神好撩,成义的苏感很赞。 02.R大来袭。 郑叶成,袁冰炎同发文引评论区炸锅科堂。 祝清好收官之后,不少网友表示意犹未尽,直言期待袁冰炎与郑叶成的再次合作,毕竟这次在该剧中出演的《流灵》,沈彦真的是CP直拉满,太圈粉了。 没想到,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网络上便爆出了袁冰炎与郑叶成二搭的消息。 据悉,网络上有一部名为《穿越官家嫡女》的小说要影视化,这部作品的定位是双女主,而被爆出的人选就是袁冰炎和赵露丝,男主被爆出是郑叶成。 如果爆料属实,那又是粉丝以大福利吧。 目前,有关《穿越官家嫡女》影视化的消息已经宣发,一旦三位主演公布,这无疑已经是一部预定的爆款了。 5月5日,郑叶成更新动态,武艺照常营业中立夏吃个蛋。随后,有网友评论称,立夏快乐,你的鸡蛋画得还挺好看,是你画的吗? 还有网友表示,你怎么去浙江了呢?更有网友亲密道,老公,喂我。 如今的郑叶成,袁冰炎祝亲好大伙后,便有不少粉丝希望他们生活中也能在一起,于是对他们任何一个动作更是格外关注。 5月4日,郑叶成发文,五四青年节青春不息,奋斗不止。中国青年,一起加油。 与此同时,袁冰炎发文,百年风雨,初心迷奸。建团一百周年,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每一天。五四青年节快乐。 对此,网友纷纷评论,青年兴则国家兴,青年强则国家强五四快乐。 还有网友表示,不负青云之志,永存赤子之心。五四青年节快乐。 不得不说简单的一个节日祝福都能引得网友纷纷炸锅,如果两人真的出现生活中步调一致的场景,是不是真的会让粉丝深情入戏?甜蜜蚝糖呢?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